天河港顶一带曾经是全国知名的电脑城一条街 这几年受到电商的冲击 不少电脑城都通过调整液态转型升级 有些主打美食 有些侧重休闲购物 有些则是瞄准年轻人热衷的电竞市场 纷纷走上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这个周末 天河这家电脑城汇集了不少电竞迷 电脑城搭台免费提供场地 电子设备和奖金 各家高校的电竞社在这里组织比赛 同学们玩得开心 无形中也待望了商场人气 氛围感会好很多这样 要比像之前在学校里 在年轻人的思想里可能就是对电脑城不太感冒 但是现在电脑城和这种电竞的IP一做 大家就会带着这种对电竞的兴趣自然而然地来到这里 键盘 鼠标 还有耳机 主机 显卡 或者显示器这些 到了现在电脑城嘛 大家有个线下可以直接实体试机的机会 除了高校电竞比赛 这次电脑城举办的电竞营地 还包括草坪音乐会 二次元 宅舞等节目 都是时下年轻人喜欢的 港鼎作为广州传统IT集散地 拥有丰富完整的产业链 这几年受到线上电商冲击 不少电脑城都面临着转型困境 如今电竞加露营 电竞加文旅的模式 在这里开辟出一种全新的业态 据统计 港鼎周边有大约12所高校 超过20万在校学生 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除了协助高校举办赛事外 电脑城还为电竞专业的学生提供实习岗位 吸纳赛事运营 游戏主播 电竞商务领域的人才 我们上半年大概已经协助了 大概超过10所高校 去落地50几场电竞的赛事 那么目前我们正在升级一个新的场地 大概会有500多方 能够容纳三四百人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建成之后呢 我们会去申请一个广东省的电子竞技的场馆 那希望以后能够承办更多的官方的赛事 以及职业的赛事 差异化竞争之下 不少商家都感受到 这几年的经营业绩有所提升 主要是以引流为主了 让更多年轻人都会 就说关注到实体 然后过来就是看一些更年轻话了